一个人能倒霉到什么程度 这个老爷子就是个老倒霉蛋了 他家迎时系 是秦始皇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秦国奋六世之渔猎的第一世 论出身 他是标准的第一章子 正儿八经的王位继承人 但他十岁那年 老爹秦林公撒手人寰 他大伯当机立断夺了王位 迎时系被迫逃亡敌对的魏国 开始了长达29年的逃亡生活 按照秦国当时的国际地位来看 迎时系的这29年 一定是凄惨加悲凉的29年 29年后 39岁的迎时系在甘龙的帮助下 成功拿下王位 但只可惜 是一个又穷又弱的秦国 随后迎时系废除殉葬制度 开始节衣缩食过日子 攒了18年的本钱后 迎时系立兵莫马 将矛头指指魏国 而魏国这头出动20万魏武族 由大将军公输错统帅 魏武族作为战国第一支特种兵 手持盾牌勇往直前 清军拉弓射箭正面迎击 万箭齐发却所伤无几 投射车更是呼啸而来 可魏武族丝毫不拒 双方战斗瞬间打响 成装待发的魏武族步步紧逼 秦国将士身穿布衣 慷慨奋战 这一战真是堪称惨烈 战争过后 由于白衣少年穿梭于战场之上 为将士们处理后事 而他看到的场景 却令人心惊赞战 没一个箭头上布满野草 思考之后 他拿出主箭 写下了 秦军食草 秦人可畏八个大字 就在这时 魏国主帅赶来 白衣少年匆忙行礼 我们这才知道 这个白衣少年 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商鞅 但现在 他还只是个叫魏央的小角色 公书措询问商鞅对此战的看法 救救烈士 天地难民 公书措一脸骄傲 咱们魏军就是牛啊 无敌于天下 但魏央却说 我说的是情人 公书措满脸问号 这是个什么情况 公书措赶紧指点魏央 想要混得好 不能乱说话 这叫人情事 两人正聊得兴起的时候 魏军立会的号角吹响了 面对贫弱的秦军 魏军出动了特种兵卫武 可还是打出了一比一的战术 一将公书措询问解决办法 老将军龙骨首先发言 新兵打仗已不幸 龟缩草跑一 如果要是想胜利 大将旁娟换了你 要说龙骨这胆子是真大 一张口就犯了职场大计 反正别人指定拉出去斩了 但公书措不愧是老丞相 只让他坐下去罢了 灭秦这事啊 他来就行 可就在这个关口 一道声音传来 援军主将 公子昂到 众人都是一愣 没有人请求支援啊 怎么就来了这么多援军 而且领兵人物还是公子昂 公子昂是出了名的草包公子 张嘴就是 听说你败了 我才率军赶来支援 龙骨愣了 魏军啥兽败了 总之一句话 我不是针对你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好家伙 不愧是当年领兵的十三爷 张口就是虎狼之词 朱将鸦雀无声 看着这位草包王子继续吹牛 他这次的战略目标 不是赶走秦谷 是要一股作气灭了秦谷 后期甚至要比 几百年后的秦始皇更狂 公书错内心比异 嘴上却只有一句话 有凯有阿 No凯 no逼命 公书错脖子一横 只要你把军权给我 我给你表演一下 什么叫名将 公书错也来了脾气 行啊 你既然想要兵权 那我给你 看你怎么展示 但公书错铁了心 要看公子昂笑话 这家伙几斤几两 他能不知道呢 他要让魏王知道知道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领军的 但龙谷还是不愿意 让公孙昂统领 双方瞬间剑拔弩张 就在这时 魏阳拱手献策 我有办法 公子昂给他一指 让他上台展示 魏阳当即谈论局势 这少良城啊 乃是秦位屏障 秦国胜了 立刻渡过黄河 半日之内就能到达魏国都城 魏国胜了 很快也能抵达岳阳 占领整个关中 一举灭掉秦国 龙谷立刻询问魏阳的意见 公子昂一脸轻蔑 真是听君一席话 如庭一席话呀 全是废话 接着魏阳开始表演 现在的秦位两国旗鼓相当 魏国战力更强 秦国意志力更强 打起来难分胜苦 甚至秦国的胜算还要大一点 秋手 春战 公子昂第一个出面反对 他认为应该即刻决战 说都会说 问题是怎么打 公子昂自信满满 对世界上呀 就没有魏武族打不赢的仗 你们输了 那是你们不行 我可是把魏武族研究透彻了 区区秦军 兼之犹如蝼蚁 公子昂立刻开始捧杀 那好呀 你来捅算 我把军权交给你 事后 公子昂连连叹起 秋手春战 魏王是不会同意的 公子昂觉得 秦军两草匮乏 成天吃草根树皮 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明天再打一场 一定能赢了秦军 明日我军胜算不大 至少秦军也有胜算 秋手春战的 秦军绝无声 公书座立刻拿出魏王秘招 交给了魏杨 魏王命他和公子昂配合 当月灭掉秦国 否则就要换旁娟上场 但兵权跪在专一 魏军两个统领 岂不是将领不一 这是魏王暗示他 让他听公子昂的话 现在如果他不战 那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那么秦军那头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个呀 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集更加精彩